心就是自己的真心 识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 换一句话说 识是心的作用 这虚空世界一正中也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生则决定生 生是你变嘛 你念阿弥陀佛就变阿弥陀佛的境界 想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就先前 为什么说去的是不去呢 这个世界是我们真心变现的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我们真心变现的 从自己心跟识来说 没有来去 这个说法 如果诸位还不容易体会 我们用现在电视 现在家家人都有电视 你们每个人都看电视 电视画面就一个 频道很多 我们苏婆世界是个频道 西方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频道 我们念佛就等于说把西方极乐世界频道打开 那个极乐世界现前了 就生则决定生 去呢 没去 还是在这个画面上 并不是说这个画面 另外一个 出了一个画面 不是的 还是这个画面 所以极乐世界在哪里 就在此地